美东时间29号晚间18点32分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美国新冠感染病例已经超过了103万 比前一天增加将近2.5万例 死亡超过6万人比前一天增加近2500例 虽然疫情依然严重 但是随着焦躁不安的美国人 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隔离疲劳 各州官员面临放松限制的压力 很多地方正在迈出重新开放的步骤 特朗普周三表示 不打算延长4月底到期的 联邦政府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 具体措施和决定将交由美国各州州长 根据本地情况做出 特朗普周三又在谈论病毒消失论 他设想如果你没有疫苗 如果病毒消失了 我们就和以前一样 当记者追问病毒将如何消失 特朗普回答他会走的 他将离开 他将消除 他将被跟除 不过对于特朗普的迷之自信 白宫应对新冠首席专家福奇指出 新冠病毒可能不会消失 下一季可能卷土重来 第二波感染不可避免 他呼吁各州有效查明 隔离追踪感染者 已把预期死亡人数控制在七八万左右 福奇还表示 如果我们不成功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糟糕的秋天和糟糕的冬天 美国感染病例高居世界第一 而且占到全球病例数的三分之一 特朗普将此归结为 美国检测非常出色 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好 他还刻意拿中国来做比较 称我们比中国有更多的病例 真的有人相信吗 如果其他国家也做这样的测试 你会发现 结果会大有不同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指出 国际社会有时知识正告 美国的敌人是病毒 一味攻击抹黑他国 只会让更多的人丧失生命 尽早停止给全球团结制造麻烦 形成干扰 切实加强同各国抗疫合作 才是对美国人民负责 对世界人民负责 这是唯一的正当 心怀两岸快乐视频 我是李璐再会